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美国的周五日与索塞兰权镇第一进进会教堂发生26死枪击案,枪守卫26岁的凯莉·Devon Kelly犯案后自杀身亡,事发后凯莉少年时期的朋友拉尔夫马丁内斯·Ralf Martinets出面揭露凯莉的过去,马丁内斯表示他没想到凯莉会开枪杀人,因为他以前只是嘴上说说, 不会轻动,也指出凯莉有过动症病史,曾服用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处方药,据外电报道,马丁内斯接受每日邮报访问,表示他跟凯莉是少年时期的好友,马丁内斯说凯莉以前就很容易动怒,但是他都只是用言辞表达愤怒,没有真的动手过,并提到他跟凯莉两人以前都非常好动, 且得有服用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处方药的历史,马丁内斯也透过凯莉的妻子,Jessa泰莎得知凯莉成年后有继续服用过动症处方药,且曾被军方人员询问是否知道凯莉有家报,因为马丁内斯说,我知道凯莉会家报时很惊讶, 后来我才从脸书亲友口中得知凯莉会殴打家人与凯莉结婚前泰莎已有一名与前对象生的孩子, 马丁内斯曾接待过被空军开除的凯莉,马丁内斯说凯莉说,凯莉说自己因为家报被关进监狱,却否认自己虐待, 妻儿并指控妻子说谎,马丁内斯表示,他因此不再相信凯莉,也在脸书上与凯莉切断联系,听到教堂枪击案发生后, 马丁内斯说这是一桩悲剧,许多无辜的人被杀,我对凯莉行为感到很生气与恶心, 警方表示凯莉曾有一系列暴力行为史,包括虐待动物与家暴, 而美国空军首席检察官唐克里斯坦森Don Chris Simpson指出, 凯莉曾严重殴打他的妻子到颅骨骨折,他的妻子也受到家暴。